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個來正前方偏右 妳是不是非常會流汗 對 我非常會流汗 我的代謝好像很好 所以每次去健身房都會 瞬間就全身濕透了 那夏天出席活動會覺得困擾嗎 呃 困擾喔 倒不至於到困擾啦 因為我覺得這代表身體好啊 然後就是現在的化妝技術 或者是什麼都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妳平常喜歡運動的裝扮 妳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的事情 好 我自己非常的喜歡運動 所以我覺得運動呢 不僅要實用 要可以保護身體之外 我覺得好看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像我覺得之前 運動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啊去運動就是穿最舒服的啊 呃 可能寬寬的棉褲啊 或者是快要淘汰的T恤就可以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 當妳去健身房的時候 妳真的會發現那是女性 美的另外一個戰場 因為大家都會穿得很鮮豔啊 或者是機能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選擇的上面 真的是功能之外 我覺得美觀也非常的重要 那像前一陣子學姐的事情 是不是有讓妳更注意到 職業的安全還有自己的健康方面 其實我真的覺得健康 怎麼了 喔 對不起 我覺得健康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像現在大家生活的壓力非常大 然後大家常常會為了工作就會忽視 不管是吃飯啊或者是睡眠時間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真的自己 也覺得來的好突然喔 然後我覺得也要讓大家真的重視到健康 不管是運動或是飲食 我們真的要從每一天開始 讓它落實下來 然後要愛自己才可以愛自己的工作 所以自己真的都有做到不熬夜啊 然後持續運就這樣 我覺得不熬夜真的很難 因為有時候 當妳開始拍戲之後 那真的時間比較難掌控 但是如果當自己現在 比較沒有這麼忙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運動跟早睡早起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現在就有點落實早睡早起這件事 我可能盡量會讓自己在11點或12點的時候就上床 然後盡量讓自己在9點的時候起床 其實我覺得早睡早起反而會有一種賺到的感覺 因為你比較早起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可以做的事情比以前睡到中午之後還要更多 而且可能因為早睡早起自己也有維持固定的運動習慣 我覺得精神狀態啊或者是頭腦思緒真的都會反而比 之前睡懶覺睡到下午一兩點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 就是妳克服了那個想睡覺的障礙之後 其實妳獲得的會更多 所以早睡起來通常都在幹嘛 早睡起來我就真的會好好的吃一頓早餐 然後就開始一天的一個小時的運動 然後再洗個澡再去出門 看今天要工作或要幹嘛 就會覺得自己的那個狀態 會覺得空氣都變得很明亮 所以像那個失控跟那個念小剑結束之後 可以接下來做計劃幫你搭配上 其實因為現在我的生活蠻規律的 因為接下來已經有一部電影要開拍 所以我現在就很規律的在上一些自主的訓練課 或者是表演課 然後也必須要增加自己的體能 所以現在真的就是很穩定的每天早睡早起 然後下午就去上課 所以妳現在的角色是可以透露嗎 目前的角色它還不太能透露 因為其實劇本都還在修 所以還沒有一個最完整的final的狀態 但是這部戲已經即將要開拍了 所以到最後會比較有明確的消息 所以妳有看金局獎嗎 我沒有耶 昨天在忙 所以妳後來知道後來就是得獎的結果 我知道得獎的結果 因為忙完之後就有趕快看網路新聞 有沒有哪個是妳覺得 它其實非常就是實至名歸 或者是覺得自己心目中是名義處之類的 其實我很喜歡那個太陽的孩子的那首歌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 我那時候去看了那部電影的時候 我是覺得歌聲真的能夠傳達情感 而且也可以打動每一個人的人心 尤其是那首歌對我來說 因為它是用足語去唱的歌 其實我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它裡面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只要光聽那個旋律 還有它聲音的張力 我就可以感受到那首歌的情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得獎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實至名歸 那剛剛先生有講到 宋仲基會幫妳是綁鞋帶 妳自己不看嗎 我有看 但是我覺得那個太肉麻了 對我來說好像有一點太多 妳心目中幫妳綁鞋帶的人 心目中的人 我自己綁就好了啦 因為我自己很愛綁蝴蝶結 所以鞋帶這種事 我自己綁比較快 我沒有那種粉紅泡泡的希望要對 還是很怕肉麻的那種舉動 我有一點耶 我覺得就是 如果男生要幫我拿包包啊 或者是要幫我綁鞋帶 我都會覺得太多了 我會覺得 沒關係我自己來就好 那不像男二敬酒那樣比較深的理性 就是那種大書款的 那種我可以 我可以 就是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然後對我來說 就是 我會覺得壓力比較大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